小朋友在冲浪板上玩得不亦乐乎 但仔细看看她的手上 怎么会有一根船桨 原来这是最近肯定最夯的 水上活动力奖冲浪 快过来 滑着浪板 穿梭在岩石和浅滩之间 就算小女孩一个人滑 也不用担心安全 到底什么是力奖冲浪 其实力奖冲浪 是结合了冲浪加上滑板的元素 游客在浪板上头 可以坐 可以站 也可以跪着跟趴下 适合各种水域游玩 也适合亲子同乐 带小朋友玩很好玩 亲子游戏超开心的 在南台湾玩水上活动 游客首推墾丁 在墾丁玩力奖冲浪 又首推小巴厘岛 因为在小巴厘岛 拥有大片滩岩 还有水陆小劲组成迷宫 加上是小内陆海 不用担心秋冬风浪健强 又远离人潮多的南湾和小湾 不管怎么跳 怎么跑 都不用担心危险 这个地点比较安全 比较平静 除了就是石头多一点之外 小朋友在这边也比较安全 除了墾丁水上活动 屏东最新的景点 山川琉璃吊桥 也因为有原住民 独特的琉璃珠作为装置 加上光雕艺术 还没开放 就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争睹风景拍照 有最夯的水上活动 和最美的吊桥风景 民众秋天出游 不知道怎么玩 不妨参考这两个景点 当作游游选项 记得张春华 陈昭谷 屏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